大家好 早晨 今天是中之主日 中之主日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 取次《勞交福音》十九章 二十八到四十四节 二十八到四十四节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走在前面 上耶路撒冷去 快到百发奇和百大利 在名叫江南山的地方 他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穿紫去 进去的时候 会看见一匹雷居村 圈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挟过的 把他解开圈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开他 你们就这样说 主要用他 他们把雷居圈到耶稣牙里 把他自己的衣服搭在那里 上面 扶耶稣骑上 他前进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搭在路上 他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江南山的时候 一大群门徒 因所见见过的一切而能 都欢呼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命来的往事应当称重的 在天上有平安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人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老师 扎给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 我告诉你们 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识 石头也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那城 就为他哀哭 说 但愿你在这日子 只知已到有关你平安的事 不过这事原在 是隐藏的 你的眼睛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寿敌 要捉起 事内包围你 四面困住你 便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另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认为你不知道你没有捐固的时候 奇怪的是 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耶稣会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要坐雷居呢 或者其实雷子呢 为什么会坐雷子呢 圣经讲过几次 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 他要打发他两个门徒去村子 对面的村子 对面的村子就要圈一只雷居 雷居是没有人坐过的 那他就带他过来 有人问他就说主要用他 那他们就带了雷居 解了雷居带来 去到给耶稣的时候 便帮人叫耶稣坐上去 但是我们回来看 在《旧约》圣经当中 雷子是代表物呢 在《旧约》当中 我们甚至都看到的雷子 就是代表一个平安的动物 平安的动物 因为雷子 不会坐着雷子来打仗 马就是战争的着征 但是雷子呢 就是平安的着征 经常呢 他们是用来做协调 或者一个例定的 例定的条约 平安例定条约 就是要爱你都签平安的 药的时候 他们就当时坐着雷居 一天坐着雷居的时候 或者雷子的时候 就是代表他是你大平安 不是打仗 那这个《旧约》 就是代表 在《旧约》圣经 代表一个皇室的标志 即是是皇帝 我们看《旧约》圣经 真是大卫王 都是坐雷子的 他大卫王的儿子 他的儿子 全部都是坐雷子的 全部都是坐雷子的 就是说是做皇帝的职份 在《西班牙》 《西班牙》第九章 我们也看到 那时候说到将来 一个君王会来到的时候 是坐雷居的 我们甚至回到巴比伦的档案的时候 巴比伦以前的巴比伦 他们都记录了很多 如果是要说和的 就是坐雷子来的 这代表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 是大致平安要来到 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不单止静在着雷子 那些人就在呼叫 把他们的衣服放在面上 放在楼上 耶稣踏上去 如果看马帝福音 他们还有很多奸男 中枝树 树叶铺下去 中枝树叶代表是平安 欢迎平安的王道 耶稣到的时候 他们把衣服放在路上 让耶稣走上去 他们大声哭着善 逢主明来的绝望 是应当清动的 在天上有和平 至高之处有荣光 所以他们便知道是和平的王 奉主明来的王 时应都清重 在天上有平安 平安便要来到当中 这个时机已经到了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开船进入耶路撒冷 已经到了 时间到了 但时间一到 那些敌对的反对的 又开始来了 人群中有些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道师呀 执逼你们这些门徒 他们很吵 在这里来到大声喊 耶稣回答 我告诉你们 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舍 石头也要呼叫起来 耶稣的意思是说 事后到了 如果真的我来到 没有人来到 拥护我 一样石头也会出声 也拥护 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 已经是时候头 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最后的一个星期 最后的一个星期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就做完他要做的工作 是最重要的时候 但是耶稣来到 那些敌人已经知道了 所以就一直来要反耶稣 但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很伤心 为什么他伤心呢 耶稣在看见耶路撒成的时候 他就哀哭 他就开始说了 但愿你在这日子 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 不过这事 愿在是隐藏的 你们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受敌要捉起土里包围你 四面困住你 便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 你没有捐固的时候 耶稣看见耶路撒冷 很伤心 哭哭 很痛苦 他说我为耶路撒冷来 耶路撒冷很可惜 真是失望 耶路撒冷当时候 不认识耶稣的淡放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耶稣要敌对 他们以为耶稣来到 是和我们敌对 所以他们就大翻起来 要爱杀耶稣 虽然有些人是支持耶稣 但那些人是平民 没有什么权利 耶稣去挫折的类子 是跟你说 我来耶路撒冷是带着平安 我要跟你说 耶路撒冷的意思 就是平安之城 平安之外 带着你平安进来 但很可惜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 注定要敌对 要起来 这是可怕的结果 很可怕 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教会 来到我们的国家 耶稣来到我们的家庭 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 你说耶稣会怎样呢 会不会哭呢 会不会哭呢 会不会痛苦呢 耶稣说我等开两千年 我来到你的国家准备没有呢 我来到你的教会准备没有呢 我来到你的家庭准备没有呢 我来到你的心准备没有呢 是否还要我敌对呢 是你还要跟我们的斗呢 他说我是大平安来 一定要大平安到你的家中 那我们看到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 就不一定有这样说过 牛都认识他的主人 累子都认识他主人的吵 那个准备给他的吵 但以色列人却不认识 我的文 我的子文 却不明白 耶稣说我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不认识我 来到耶路撒冷 要带平安来 他们以为我是敌对 但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很乱 你说耶稣带来 我们国家认识他没有呢 来到我们的教会 你说我们的教会认识他没有呢 口声说是耶稣的人信主的人 但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没有呢 我们知道他的时间吗 我们知道他的探访吗 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吗 他要来做什么吗 或者我们很高兴地 在我们的教会做一个俱乐部 我们很高兴 耶稣有来没来 我们都不理他了 我们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或者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吗 我们的生命有准备吗 耶稣要来到我们的生命 今天很多世界非常乱 这个世界很乱 因为又很怕疫情 我们又怕国家很乱 这些经济又很难 我们又怕很多假消息 又怕很多冒充的人来骗钱 我们又怕很多病症 我们真的怕头怕尾 那你说你在哪里 耶稣说我大平安 我平安带来 就给你的头脑 你的心思平安 他说你的心意会更生 平安 因为你要敬拜主 你的心要平安 因为我的平安是超过人以外的平安 人的知识 我的平安会带来你的工厂 你的工作 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就是你的家庭有意思 大家可以彼此相处 一起来到办事做事 荣耀神 是吧 牛都认识我 他主人 我们甚至跟着耶稣这么久 认不认识他 类子都认识他的草 他现在吵了 他所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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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认识耶稣 口声说要爱天国 口声说要爱跟着耶稣 但是我们的生命 如何跟着他 所以在书今天 你知道耶稣要谈访你的时间 到了吗 所以你要怎么准备呢 是不是要回到正经 回到了解上耶稣 是不是要准备打开 敬拜耶稣 准入我们的心子 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晓得祈祷 又未晓得最敬拜 又未晓得如何来复视主 在这样的环境 你说我们真是 认识耶稣有多少呢 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候 你说我们应该 是不是要去找解决 我们曾经都知道有些人 他们被人骗 被人骗 被人骗 我们自己不小心 又跌落这些陷阱 甚至生命又有病症 又有很多难处 我们要叫救命 叫人家帮助 为什么不叫耶稣呢 要叫耶稣 耶稣会帮助 看都看不见他怎么帮助 就是耶稣说你要信心 可不可以用信心 这个中之主日 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 他提醒我们 耶稣说我要进入 最后一段时间 就是进入你的心 进入你的家 进入你的教会 进入你的国家 耶稣要进你 但是我们准不准他 在一个启示录第三章 他说耶稣在那里 在他的门 我们的心门后 敲门 在敲门 耶稣知道你认识他的 他敲门 耶稣叫你开门 你愿意门 圣经说 那些愿意的打开门 欢迎耶稣进入他的心中 耶稣会与他一起有坐直 一起来吃大餐 一起来和他 来欢喜快乐 给他很平安的时光 我们会不会打开门 立准耶稣进入 或者我们还是说 我未找到教会 未找到熟悉的人 未找到 我信的 我信耶稣的 我怎样都信的 但是 一点都没有进步 又未找到教会 又未找到朋友 又未找到牧师 又未找到 应该你爱办的事 所以在那里 喷颇 喷颇 喷到多久 还有多少时间剩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么艰难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们还不会快乐 去找耶稣 只要相信耶稣 耶稣说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你心相信 口里承认 你承认 你接触耶稣 你跟从他走 让耶稣来指导你去哪里 去哪里 去哪一个地方 去到不认识人 但是你认识耶稣 你认识最威的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那个主 就是那里 那个地方 是真的可以 敬拜主 是真的有主 存在的 你就应该去参加 你就不要参加 那些 因为主耶稣没有在那里 但是很欢喜 很快乐 没有耶稣的 那你就不要参加了 因为那个地方 不会带你平安 那个平安 通常被你暂时 你忘记了你的东西 但是过后 你又是回到很辛苦 很艰难 因为那个难处 没有解决 耶稣说 去做夜班 你做早班 你做早班 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他做夜班 你交给他 他一定帮你解决了 第二天早上 他就反过了 交给你的时候 问题解决了 试试你 不要再奔奔了 信靠耶稣 依靠他 喊他 祈祷他 只要相信他 是会开路给你的 这个 上帝赐平安 是超出人以外的平安 使我们心怀意念 认识敬余 敬余 又是认识他的 我指耶稣基督 我要祷告 多谢耶稣 多谢上帝 差派耶稣来到我们世上 他来到这个时候 他带领我们 要进入耶路撒冷 这个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即是说 他说是最后的了 真正认真 进入耶路撒冷 要做 他应该做 他今天要进入我们的心 进入我们的家庭 是要做 应该要做的 我们不要来到 再来到敌党 敷宴 说 遲点 遲点 我搞定了 事先去找耶稣 到那个时候 迟到了 过了 时间 为何在最艰难的时候 最挑战的时候 最不知怎样做的时候 不找他 快去找他 快去接受耶稣 如果进入耶稣 真是 耶稣 会在你的生命 最紧要去帮你 担心你的难处 担心你的重担 让你更加可以舒服 让你有喜乐 有欢乐的时光 来到继续做 你应该要做的事 活你应该要活的 让你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你愿意相熟他 愿意接受他 愿意交上给你 求主耶稣 来到你的生命 调整你的生命 你说你不知道方向去哪里 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做 但耶稣说 我知道 我可以帮你 你愿意给耶稣帮我 依靠他 说主耶稣 我心相信 口承认 我接受你 我愿意跟从你 求你赏灭我的罪 让我可以来到 远远远远远远的 经验到耶稣的同在 他的平安 耶稣进入你 我的心间 多谢主 从耶稣我们搞 阿们 其中 在 你 你